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得见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得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 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在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今天的弥撒一开始 我说特别为所有的母亲们祈祷 因为今天是圣亚纳章里 亚纳是玛利亚的母亲 其实我如果这样说不知道 做父亲的会不会有意见 我发现我这样说出来其实有点偏了 因为在很多堂口都有亚纳会 好像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亚纳的战礼 圣福亚纳 其实战礼单上可不是写的是亚纳 写的是谁啊 圣若亚敬赫亚纳 所以还是先说爸爸 玛利亚的爸爸和妈妈 纪念她的父母 那所以我们今天为所有的父母吧 不只是为妈妈们 亚纳会成员 今天从昨天开始 亚纳会的成员们都纷纷地上弥撒 我觉得不只是为他们自己 为整个团体 所有参加亚纳会的人 为活着的 也为死去的 所以今天我会特别为这些人奉献这一台弥撒 求圣福亚纳为我们转导 如果是纪念玛利亚的父母 那么今天允许我借这个机会 特别对每一对父母说几句话 首先这一对夫妇 教育出来的孩子 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应该是出类拔萃的 最优秀的 不然天主不会拣选她 做救世主的母亲 怎么样教育出优秀的孩子 首先 我们听说过这句话 身教 圣与养教 要想让孩子们热心接近天主 做父母的 首先带头进堂 我说的是很实在的 我理解你们忙了一天 在家里 吃过饭 看会儿电视 然后累了 甚至在沙发上 在床上躺着 念几句经 孩子们看到你们这样的榜样 他们不觉得进堂有多么重要 相反如果看到 爸爸妈妈累了一天了 回来甚至不吃饭 因为今天晚上有弥撒 我不要吃饭 吃饭就晚了 咱们去教堂吧 从小小孩就知道 有一件事 比吃饭还重要 那是进堂 那是参与弥撒 不用你教 不用你说 会记得 我从小的时候 我就 我们家人很多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 每天 没有睡过懒觉 早晨很早就起来 一个小孩 五岁 八岁 你起来做什么 大人们起来去干活上地理 小孩让他睡吧 可是父母不是这种观念 即使小也得把你弄行 然后从被窝里滴流出来 然后跪下念经 一夹子先同工祈祷 人多 有在靠上的 有在屋里地下的 大家一起祈祷 七八个人 有人领经 你再小 揉着眼睛 醒不了 也得跪着 也得祈祷 所以从小我就明白这件事 祈祷在父母 在整个家庭当中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不吃饭 有的时候可能父母不管你 你要是不祈祷是不行的 他们自己也祈祷 花很多时间 所以 深教 圣于眼教 要想让孩子们热心 你们自己带头 过几天我们就要开圣体了 开见证 要不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有时间 去拜访这些孩子们的家庭 看看 父母是不是经常领圣体 如果父母领圣体 那孩子这儿很容易过 如果父母就不领圣事 我要劝劝父母 最好你们去领圣体 不然的话 孩子开了圣体 领不了几次 他也就不开了 我送圣体的时候 发现 好多孩子 去年我开的圣体 前年开的圣体 他们到前面来求降福 说实话 我心里很不愉快 他们求降福 那时候你们记得吗 开圣体的时候 你们哭着 让父母来找神父 呀给他开了圣体吧 这么大了 就算没搞过 神父你开开 给个面子吧 好说歹说 神父开了圣体 结果后来就不领圣体了 为什么 父母 你们有没有立下这个榜样 只要有弥撒 我要领圣体 如果我有障碍 没准备好 我找神父去办告诫 而不是今天有事 我等到主日再说吧 甚至打电话 神父在堂里吗 我赶紧办个告诫 我不能这样生活一天 我心里很不安慰这件事 我愿意求天主宽恕我 你们如果这样看待 告诫圣事 圣体圣事 你们的孩子会跟你们学习 当你们自己不办告诫 不领圣体的时候 孩子怎么可能拿着这个当回事呢 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身教胜于言教 要想培养热心的孩子 你们自己勤领圣事 常听道理 而不是整天坐在电视机前 上网给孩子们立那样的榜样 第二点 我们要想教育出好的孩子 今天我们幼儿园大班 举行了毕业典礼 做了一个三层的蛋糕 我知道 差不多孩子们 每周都要吃几次蛋糕 因为孩子们过生日 到学校来过 每个家长都提着蛋糕 送给孩子们 有时送给别的礼物 但是看到这些 我就有感触 知道吗 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 有人说红包 想着要红包 要玩具 有的人说书 我觉得还不都是这些 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是他们彼此相爱 爸爸爱妈妈 妈妈爱爸爸 当孩子看到这样的一个榜样 他很安全 他觉得这是假 当爸爸伸手打妈妈的时候 两个人你吵我喊的时候 最害怕的是孩子 躲在一个角落 非常无助 他在哭 他像谁呢 哪个都是他所爱的 他看着他骂他 他骂他 两个人甚至动手 孩子的心 最痛 所以你们要是真的爱孩子 不是给他们别的礼物 你们相亲相爱 互相包容 谁也是人 谁都有缺点 犯了错 继续原谅 继续担待 而不是 再也这件事 我忘不掉了 一不高兴 马上把旧账翻出来 以前你怎么怎么样 以前你怎么样 哇 永远我们不能和好 我看过 多少对 有问题的夫妇 接触过 多少这样的家庭 第一个最让我难受的 就是看到孩子 跟着单亲父母 那种无奈 后来可能又再婚 又有了爸爸或者妈妈 但是跟原来的不一样 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是我们不能接纳了 教友们 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 要不断地记得 我们像天主一样去爱 否则念多少的经 跟你身边的人 放不到一起 天主要审判我们 耶稣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给你们这条新命令 彼此 那就是先是身边的人 先说丈夫爱妻子 妻子爱丈夫 然后再爱别人 如果连你最亲的人都不爱 怎么去爱邻居 怎么去爱一个要饭的 你最多给他晚饭 他有困难给他点钱 那可能不是发自你真心的爱 所以这个爱 一定先从身边开始 你们要想教育出 有爱心的孩子 从小让他看到你们的爱和宽恕 接纳 包容 忍耐 理解 这就是爱 父母一定要这样 不然我们的孩子 长大了很多问题 第三点 要想教育出好孩子 给他们规矩 不要只是讲爱 要什么给什么 而是给他们立一些规矩 一定有一条红线不能越过 给你吃的 给你穿的 给你花钱 买玩具 上学 都没有问题 我们再辛苦可以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能 你必须要遵守 你要知道尊重父母 有的时候 不高兴了 骂爷爷 骂奶奶 大人看着在一边笑 这时候要告诉他 住嘴 你要礼貌 不能这样 告诉他一次两次 第三次可能啪一巴掌 是必须的 要不然他记不住 现在叫赏识教育 都是好 怎么着也好 不要批评孩子 那是错误的理解 赏识教育不是这样的 真的犯了错 比如说拿别人的东西 第一次第二次可以 因为孩子不知道那是不好 告诉他 从哪来的东西 拿着别的同学的 好 这个不好 送回去 如果你自己 害怕 不愿意 我陪着你 大人陪着你送回去 要道歉 对不起 我拿了你的东西 以后还那么不拿了 第二次如果又拿了 那就不只是送回去 那么简单 今天晚上不要吃饭了 到房间站着 因为你又错了 你知道吗 有一些底线 当孩子大了 每天到点回家吃饭 结果有一天晚上 回来的晚了 你要问他 今天晚上你去哪了 去同学家 去谁家了 都是谁 你们做了什么 为什么现在十点钟才回来 那好 以后早一点 如果你不说 下一次在外面住 就有可能 以后常常夜处不归 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 告诉他 这个我不能原谅 有一些底线 一定要有规矩 在这里我讲了三点 这样的孩子 才会是好孩子 爱天 敬天 爱人 第一点 你们要以榜样 热心 清零圣事 孩子们看着 第二点 你们相爱 让孩子 知道什么是爱 第三点 给他们一些规矩 来自然 几岩 我会认不错 那我跟别人 为你